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画面 我国的奥运选手这次拿出了好表现 而宇宙代表队今天下午也打击反台 为了表示对选手们的庆贺 总统是特别下令空军 派四架幻象2000战机半飞 而且在扳机左右两侧发射热燕弹 设计球后戴姿影第一时间 就在IG上破出了影片直呼好酷哦 王麒麟也惊叹实在太帅了 而且这一次半飞的高规格待遇哦 初工花费就要高达600万元 但是战机在旁边帅气飞行的画面 也让他们永生难忘 好酷哦 幻象2000战机射出一颗接着一颗的热燕弹 续丽的火光让机上每个人都忍不住惊叹 太帅了 戴姿影跟王麒麟在IG上兴奋地分享 幻象半飞影片 因为这次羽球代表队在东京奥运上表现亮眼 总统亲自指示 由四架幻象分成左右两侧半飞 迎接选手归国 从空军的第一视角就能看到 选手们乘坐的华航班机右侧 就有两架战机半飞 由于天后状况许可接连释放热燕弹 迎接规格堪称总统级 李洋也在IG贴文记录下飞机上 大家看到幻象的反应 每个人都拿起手机录影 很谢谢总统就是 给我们这这么大的荣耀 就是迎接我们回来 觉得蛮炫蛮酷很新鲜 不过幻象半飞的耗费可不少 战机每小时飞行成本约70万 如果以航程1.5小时计算 四架幻象2000加上一架预备机 跟一架摄影机花费至少600万 我觉得每一颗都好贵的感觉 真的是感觉到被尊重吧 事实上战机半飞迎接选手 也不是第一次 2018年雅加达雅韵中华队创下 17斤19银和31桶加击 当时在最后一批选手反国时 也安排F16战机升空迎接 这回冬奥建尔旅船加击 夺牌破二位数是史上成绩最好的一次 距离下届奥运还有三年 中间还有很多大小赛事 我们一样会全力来支持我们的选手 选手们凯旋归国 空军出动幻象战机迎接反国之外 同时对他们夺得最好成绩 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谢谢肖炳 肖瑞生 台北桃园综合报道